這個就是所謂的樞紐分析表 然後再產生樞紐分析圖 那如果說今天 假如說樞紐分析表跟樞紐分析圖 尤其是圖的部分 假如說我今天已經有一個資料 一個報表 那我希望能夠把它快速的做出什麼 像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有一個這個資料 這個表格資料呢 待會的話請各位先把這個資料 直接複製貼到那個我們Excel 你就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把它貼到那個B2儲存格的地方 就是用這個好了 我們只是先用一個簡單的 一個資料 然後想要做出什麼呢 我們一樣 就是說不是用人工的方式 而是用那個VBA 我需要產生直條圖 類似像這樣這個是VBA產生的 然後再產生像這個 這個也是VBA產生的 這個圓形圖 一樣其實你會發現上面的那個 做的方式 跟前面我們做的那個方法有點類似 也是希望可以把這個區塊 把它往外拉 那這個 專有名詞叫炸開啦 把那個 我們 比較想強調的部分 那一塊把它炸開出來 OK 那上面的話 一樣提供標籤 這個標籤的話包含什麼 它的分店名稱 然後呢 它的佔有的 百分比 OK 那這個地方呢該怎麼做 那我們先利用這個範例 做一個簡單練習 所以待會呢 請各位 也許另外再開一個 新 空白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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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e檔好了 你就新增一個空白的 Sale OK 然後 試著練習啦 那第一個當然資料來源 我們先 不要那麼複雜 先 直接拿那個 現有的這個 在 你們待會找一下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 地 底下這邊找一下 這邊有一個叫製作圖表的 這個 然後呢打開之後的話呢 這邊就會有一個 簡單的一個表格 那這個表格其實有兩個欄位 一個欄位是 分店 總共有台北一直到新竹 那銷售量 OK 那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利用這個圖表 所以你把它選起來 Ctrl C 然後呢直接貼到那個 我們的 空白的 試算表 這個試算表裡面的 直接貼到B2好了 把它貼上 直接貼上 那貼上之後的話呢 其實我們就有這個資料 那當然這個資料呢 就不需要額外的 去把它抓下來 那理論上 這個也許將來呢 我們最好是可以自己用 爬蟲爬下來 然後自己產生一個對應的資料 或者是利用書的分析表 產生一個報表 當然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這個報表 這個表格呢 可以讓人家比較容易的去閱讀的話 那你用數字他也是OK 可是你會發現 畢竟呢那個判斷 還是沒有辦法向 圖形來的直覺 所以要怎麼樣可以把這個 有沒有 把這個表格呢 產生兩個 我們希望看到的結果 也許就是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直條圖 然後一個是 這個圓形圖 當然直條圖可能可以強調是數量 然後你的圓形圖 也許可以強調他的比例 OK 那當然呢 這兩個圖 假設你都要放上去的話 那該怎麼做 其實這個也有個趨勢 現在也有個所謂的dashboard 就是有點像儀表版 也就是以後的話 比如說你在那個 資料 產一個bidata 你有一個資料的話 你可以快速的把這個bidata 快速的產 把它變成一個 易於 解析的 一個圖表 並且 各個面向的圖表都有的話 把它列出來 當然呢 對於你將來做一些 決策 當然相對的會有 幫助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 第一個把這個資料先貼上 那第二步的話當然 如果要做直條圖1000 當然你如果說你用圖卡鏈剛的方式來做 那你可能就只能插入這邊有個所謂的圖表 有沒有這邊有個圖表 那圖表裡面的話當然有建議圖表還有什麼直條圖等等的 那可是問題 假設你要一步一步的 做的話 其實當然沒有用程式來完成 來了快速 所以呢如果我今天 當然我希望做兩個 一個圖是什麼 一個直條圖 OK 放這裡 不過現在這個圖已經越來越人性化了 快速完成 另外一個圖是什麼 我希望 在這邊插入一個所謂的 這個 圓形圖 OK 那當然一樣你需要給它一個範圍 然後跟它講說我要這個圓形圖 那放的位置放哪裡 所以將來 如果你希望 我希望 不過這個還是有幾個地方 像這個 這個上面的標題還是要變更 然後另外的話 尤其這個圓形圖 上面的資料 我前面講過 上面呢還缺什麼 所謂的標籤 現在它底下 這邊有 圖裡啦 不過我如果希望 直接就上面 顯示 所謂的標籤 包含就是說 它哪個分店 然後呢 這不是銷售量 我如果希望 得到是百分比的話 那你可以按右鍵 這邊有什麼 新增資料標籤 那當然我們可以選擇這個資料標籤 新增標籤這邊有一個 選項 不過呢你把這個標籤加上去之後 它有個問題 它上面的標籤 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你可以 再把那個資料標籤的格式 改成什麼呢 類別名稱 加上百分比 然後把值打勾取消 有沒有這個地方就看到 這個好像之前有講過 另外的話呢 我希望 這個標籤 不要放在裡面 為什麼 因為放在裡面的話呢 它有些 顏色比較深的 底圖 你會發現這個就看不到 那所以呢我可以 怎麼樣把這個資料標籤 改成所謂的 終點外側 放在外面 那最後的話呢 再把所謂的 比例最高的 台北 把它炸開來 就是把它移 那怎麼移啊 先點全部 再點這一塊 然後把它往外拉 這樣子把它移出來 OK 可是問題喔 假設你每天都要做一次 其實當然不會花太多時間 可是如果你有很多報表要做的話 相對一定會很花時間 那如果我希望呢 可以喔 有個動作 我可以怎麼樣呢 直接按個按鈕 自動就幫我把這兩個圖 產生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 OK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 所以請各位先稍微把 這個地方的資料 先了解一下 然後呢 先試著利用那個 人工的方式 大家了解一下 其實就插入裡面的 這個是磁條圖 然後一個是什麼 圓形圖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要把這個動作 改成用 VBA來完成 該怎麼做 好嗎